这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积压信件 今天晚上有网红号召小草到土城看守所进座 那柯文哲的妹妹呢 柯美兰也一度到现场 不过最新的消息是呢 小草们现在似乎都已经是战场了 为何理由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林晨友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持续在台北看守所这边 您可以看到呢 今天晚上是因为小草自发性的 来到台北看守所这边要来声援柯文哲 然后呢原本这个是一个网红 那么他是号召了小草们一起呢 来到台北看守所这边来声援柯文哲 那么时间点呢 是从晚上的七点半到晚上的十点钟 而现在的时间点就是晚上的十点钟 所以呢这一场活动呢 是非常的准时就来进行散场的 然后呢有不少的这个小草们 现在呢也都陆陆续续的来散场 那么今天呢其实在整个 这个在现场的小草们 应该目测应该也有两三两百位的小草 特别来到现场集结要来支持柯文哲 那么呢刚刚也有很多的小草 就是自发性的准备了一些食物啊 像是冰品啊 还有饮料啊或者是结冰水 来到现场呢给旁边身旁的小草们 一起来享用 那么因为呢这个天气很热 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补充水分 然后也可以多多吃吃冰 重点是刚刚有一个神秘嘉宾来到了现场 也就是呢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也是来到了现场 或者独家的来发布这条新闻就是呢他们说 已经找到了可是呢明明现在是侦查不公开 怎么这些媒体上面呢都会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些 可能社会的一些金流吗 以及这一些内容到底属不属实 北检的北院的部分的说法呢 是不予回应 没有办法证实 同时民众也认为说 这就是所谓中华民国的这种侦查不公开吗 为什么好像办到柯文哲的案子 侦查全公开了呢 所以今天呢媒体就特别的来问柯美兰说 那么你怎么样看待静周刊所报道出来的 这一千五百万的金流 那么柯美兰只有回媒体四个字 叫做你相信吗 很显然就是柯美兰自己也不相信 这样子的一个金流 所以他用这种反问的语气来问媒体 好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小草的现场里头呢 包含了民众党的秘书长周渝秀也来到了现场 还有林娇印也来到现场 那我们刚刚呢有特别问一下 这个周渝秀要不要稍微的受访一下 回应一下这个最新的时事 但是周渝秀呢 他说他因为不是活动的主办方 所以今天呢就不加以多说 礼拜天的时候小草还有自发性的集结 要从台中啊 从各地的这样的一个小草会 然后呢北上到了立法院来群结 来相挺柯文哲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活动之中 晚上九点四十分 警方是第一次举牌 说呢现场的这些小草们 他们的集会是违法的九点四十分 那么到九点五十分左右的时候呢 应该就有这些小草们或者是活动的主办方 就有出来来跟现场的小草说 好不要让警方为难 大家东西可以收一收 可以撤了 所以呢现在已经是十点零五分左右 你可以看到撤的都差不多了 我们旁边只剩下媒体记者在连线 同时小草也自发性的 把地上所残留的垃圾 都把它给收起来 然后呢就是顺利的来擅长了 针对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同时在擅长的时候 大家也有持续的来问柯美来 要不要对于这个 在看守所里面的柯文哲讲讲话 但是柯文哲都没有多做回应 好这个是呢 我们目前在台北看守所 掌握到的最新的状况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